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来帮你解释2.7这个构造式 在我们写代码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编写,就是设计这个class 设计class的目的就是要给电脑在这个run time的时候 在run time的时候,可以来创建这个对象 那我们在代码当中会告诉他什么时间点要来new这个对象的 那么new出的对象的时候 等于是 这个电脑在run time的时候 他会拿我们的class来创建对象 比如说创建一个这个对象 那这个class叫ros好了 OK 那创建对象呢 他会把这个新对象的参考值呢 就是reference 会把它传回来 传回来呢,我们会把它放在一个小变量里头 这个变量叫参考变量 比如说我们放在一个 小的变量叫做p1 这是一个参考变量,为什么呢 他会把这个 对象的参考值 传回来 我们把它存进来 所以他就参考到 这个ros的对象了 所以这个我们 称为是 相对的 我们给他 他相对上他是本尊 尊敬的尊 那这个呢 相当于是分身 分身 所以他会 在创建的 这个新对象的时候呢 他会把这个参考值传回来 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p1 p1就可以指向他 那 还可以把这个p1 的值 copy过来 变成p2 所以他变成两个分身 所以这个p2呢 就指向他了 所以呢 p1跟p2 都是他的分身 那么他是本尊 OK 所以他把传回来 未来我们就可以透过p1p2找到这个本尊了 所以呢 我们就会 要需要有一个new这个指令 所以new后面就写的是构造式 这个是类别的名称 加一个 函数的括号 这个叫做构造式 叫构造式 就是在这里 这是我们现在在谈的 这构造式 这里头new 然后构造式的名称 就叫做要求 构造式 创建一个 对象 创建一个对象 所以new 就是等于是 我们要去创建一个对象 创建完对象之后 那么 来调用这个 构造式 然后呢 这个来设定他的出其值 所以呢 这个动作呢 你可以这样想说 我先由new 去创建一个对象 然后再来调用他来做出其值 或者你干脆说 这样的由这个构造式 那么 来 这个 由这个构造式 来 创建这个对象 是由这个 构造式来创建对象 还来设定他的这个出其值 来设定他的出其值 就是这两个动作 那 有的语言 有的语言是 是由这个构造式 来创建对象 而且设定出其值 有的语言是 归到new 归到new 所以这里头你有两种解释都可以 一种解释就是由new来创建对象 然后再由 这个构造式 来做出其值的设定 另一种解释呢 就是 由这个构造式呢 来创建这个对象 而且又设定出其值 这都没关系 那他 总是产生一个本尊在这里 然后再把这个 啊 啊 这个参考值呢 把它送回来 我们再把它Assign 给这一个小变量 所以这一个等号呢 叫做 Assign的动作 这个等号呢 叫Assign的动作 Assign 就是把它 这个copy过来 所以就把这个新对象的参考值呢 把它存进去这参考变量里头 因此呢 这个参考变量呢 就是这一个分身 他就代表了这个 新的对象 代表了新的对象 那么当引用 指定来 创建对象的时候 那幕后就是这个构造式啦 就构造式来担任这个工作 所以他是 要求呢 操作系统 给一个内存空间 来放这个对象 第二个呢 就是 来 设定 这个新对象的 出其值 就设定 新对象的出其值 当定义类别的时候 计算机呢 电脑呢 就自动会产生他的 这个构造函数 他负责呢 见过这个对象 但是不测量出其值 这就称为叫预设的 构造式 预设的构造式 OK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ros里头呢 你看这里有一个 这行代码 这行代码呢 就是 这行代码呢 就是这个 预设的 预设的构造式 这 因为里头呢 没有 这一个 参数 里头也没有 设定 任何的 值 吃其值的动作 所以这一个呢 我们有写跟没有写是一样的 我们不写的话 它会自动的产生 自动的产生 那么有写的话 它当然就不会产生了 所以呢 有写跟没写是一样的 OK 那这个 它自动会产生的这个构造式呢 我们就称为叫做 预设的 预设的构造式 预设的构造式 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这一个 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 有 NU这个ROS NU这个ROS的部分 那因为 它这里没写参数 所以呢 其实它是 调用到 这一个 空的 就调用到这一个构造式 这一个 因为 他是依照这个参数来判别 那这个参数是空的 所以他就会来 这边是没参数 所以他就调用到 那个预设的构造式 然后呢 就产生一个对象 产生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 就是 产生一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呢 再来 就把这个指针传回来 把这个参考指传回来 我们就把它放在R2 把这个参考指传回来 所以这个R2呢 就指向了 这个 对象 就指向这个对象 然后呢 接着就是 调用这个R2 set 调用它 来把这个 纸塞进去 因为目前呢 你看这个构造式 里头是没空的 所以他没有 对这里头的纸 没有做任何设定 所以他要调用 这个来做设定 就把它存进去 所以他 所以这里头是 要求这一行是怎么解释呢 应该解释说 要求R2 所指向的这个对象 来执行set 他的set 来执行这set的函数 然后把这个8.5跟6 set进去 所以8.5 他就把它 把它设进去了 这叫出几值 就是在 对象 创建的这一个时刻 他会把它设进去的 16 有没有 那就是 出几值的设定 那这边也是一样 他会把它 创建一个对象 那把这对象的指针 放在R1 是让他 指向他 OK这就是这一行的动作 然后接下来 会去叫R1的这个对象 会去执行set的函数 然后 把这个 10.25 跟10 放进去 所以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对象 两个不一样的小对象 所以这个时候你已经看到 构造式的长相了 他有三个特性 一个特性就是 名称 跟类别是相同的 另外一个是 你并不需要 表明他 传回值的 一个形态 因为他不会传回任何的值 你看 这里头呢 没有形态 不像这个说有一个函数有传回值的形态 所以这里头是没有的 那么 这一个 所以不必表明这个传回值的形态 第三个 这个他摆在其他函数之前就是不一定 这是习惯 所以构造式产生对象的过程 是由 计算机所设定的 所以我们 在 若使的 这个函数里头呢 我们看不到 这一个 设定的过程 他怎么去要求操作系统给空间 所以我们 只要是 在这个函数里头只要写的就是 初期的 初期值的设定 比如说 这个 构造式里头呢 怎么创建对象的 那是幕后的事 我们这里所看到的代码 只会设定他的初期值 有没有 只会设定他的初期值 所以这里再说明的就是 这样的 一个 构造式 我们在这个代码上面所看到的 都是 只是设定初期值 所以我们就将上面两个 上面的这个两个把合在一起 这里 这里是用他的 空的构造式 这里没做初期值的设定 再由set来设定 所以现在就把这两个合在一个 那合在一起的话 就变成了 这个可以设定初期值的构造式 可以设定初期值的构造式 然后这个 ROS的 总共有两个构造式 一个就是空的 就叫默认的构造式 还有一个是有参数的 所以你看 那这个动作呢 就是 他因为有参数 所以他去配对 配到这里 配到这里 所以他会调用到这一个构造式 而不会调用到这个默认的 所以他就把他 设进去了 就是 在调用他的时候就已经把他设进去了 所以他会创建一个对象 就是这个这一行代码 会创建一个对象 而且呢 会把这个 R1会指向他 然后呢 会把10.25 放进去 会把10放进去 OK 那这个就是 ROS的 这一行代码的动作 所以这个动作做的是 在 在这个内存里头创建对象 然后呢 再把这两个参数 把它传过去 给这个构造式 构造式来 设定这个初期值 就把它传过去 他来设定这个初期值在这里 设定初期值 那再把这个对象 的参考那传回来 我们再把它放在R1 那之后呢 再把R1传给Display 就把它传出来了 好 那我们下一个回合呢 再来解释呢 用在Android 的范例当中 我们再来解释 这个构造式的 一个用途 跟他的 参数的传递 谢谢啰 得到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询阅 询阅